《诗国传说》第46集 我多么希望这路就这么的没有尽头 可是我们总归还是生活在现实里面 到了旅店的门口的时候 小雪先上去了 我在门口抽了一颗烟 不知道是为什么 我心里突然有种荒谬的感觉 我总觉得我们现在鬼鬼祟祟的 怎么都有一种地下恋情的感觉 苦笑着扔了烟头回到了房间 蓝将军正和丈夫也讨论着晚上做法的细节 见我进来了 蓝将军抬头看了我一眼 没有搭理我 还没有等我坐下呢 蓝将军猛然回头对我就说道 不对 你小子出去找女人了 不知道是怎么的呀 我心里就一须说道 哎呀你胡说八道什么呀 我找什么女人呢 蓝将军一脸疑惑地走了过来 左秀秀右闻问 我不耐烦地推开他说道 乱闻什么呀 你烦不烦呢 蓝将军丝毫没有将我的不耐烦放在心上 就说道 你身上有女人的香味 我绝对没有闻错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的 弄得丈夫也都一脸微笑地看着我 我不禁一阵地尴尬 刚要说话 就听见蓝将军又说道 只不过这香味怎么有些熟悉呢 总觉得在哪里闻到过呀 我心里就一须啊 急忙转移话题就问道 张福爷 你身子没有什么问题吧 今天晚上要我帮忙吗 张福爷一眼就看出了我的企图了 不过却没有为难我 接着我的话就说道 没有什么大问题 刚才跟蓝将军讨论了一下细节问题 有曼朱大师的帮助 问题不大 我点头说道 啊 那好 今天买的那些花要怎么用啊 张福爷就说 刚才我跟小蓝还说了这事 小蓝的这方面比较强 我改一改阵法 让他给我布一个富贵聚宝盆的大阵 困住那些阴魂 到时候把握能大了不少 我看了蓝将军一眼 原本以为啊 这货会解释一下的 谁知道他只是拖着下巴 皱着眉头 不知道在想些什么 我一看就知道 这货心思啊 已经不知道哪儿去了 准备出去找点吃的 谁知道这货突然一拍手 就大叫了一声 哈 我知道了 这香味是小雪的 你这小子 把人家女徒弟给勾搭了 我原本刚打开门 听到这话 心里不仅就大怒 砰的一声 关上了大门 回头怒骂着说道 你压狗鼻子啊 这么点香味 你他妈也能闻出来 蓝将军一把搂住了我的肩膀 呵呵地笑着说 说说呗 你们俩干嘛去了 是不是找别的地方 啪啪啪去了 我一巴掌就打掉他的手 怒声地说道 你胡说什么 你以为都跟你压死的 蓝将军呢 他也不以为意 仍旧是嬉笑着说道 哟哟 小子啊 别生气嘛 这不都是为了你的终身大事着想嘛 我们也是关心你啊 我气得转身就要走 这货一把就拉住了我说道 哎 别走啊 说说嘛 你们小两口都去哪儿约会了 你怎么就把人家给勾搭上了 张佛爷微笑地看着我 跟蓝将军斗嘴 一点没有过来帮忙的意思 我知道 今天要是不说清楚 我是别想出这个门了 叹息了一声 重新坐了下来就说道 哎呀 其实也没什么啊 就是跟小雪出去走一走嘛 蓝将军一脸不信 就说道 那你压身上能有香味 我脸一红就说道 稍稍地拥抱了一下 这货一听就来了精神了 舔着脸凑过来说道 亲了没有 亲了没有 什么感觉 我不仅恼羞成怒就说道 你管亲了没有啊 再说你不知道亲亲什么感觉啊 还问这个 你压怎么不去死啊 蓝将军脸上的尴尬一闪而逝 降嘴地说道 现在不是说你吗 扯我干嘛呀 我觉得不大对 有些疑惑地说道 难道你真的没谈过恋爱 没亲过小姑娘 看着蓝将军脸上的尴尬 我不仅高兴了起来 声音也不自觉地大了一些 说道 卧槽 你呀真的还是一个小楚男呢 初吻都没有送出去 蓝将军被我提起了伤心事 不仅恼羞成怒 老子没找过妞还怎么了 说明老子纯洁 难道跟你似的 大洋马都不知道找了多少 老子这叫纯洁 把所有的都给我未来的老婆 这叫专一 呀懂吗 说吧 就气呼呼地往外走 我看他这么狼狈 忍不住哈哈大笑了起来 谁知道呢 蓝将军还没有走到门口的时候 就响起了敲门的声音 蓝将军就一正 说道 这么巧 顺手就开了门 蓝将军这么快开门 把门外的人也吓了一跳 愣了一下就说道 这么快 难道等着我来 听声音正是林子强 蓝将军见到林子强 也是一愣 随即嬉笑一声就说道 你就这么光明正大地来 不怕你师父 知道我们之间的交易吗 林子强冷笑了一下说道 既然怕我师父知道 还不让我进去 蓝将军嬉笑一声 刚要说话 就听见张福爷说道 林小哥来了 进来聊吧 听到张福爷的话 蓝将军也没有再说什么 冷哼了一声 让开了门 林子强进来 倒也没有客气 直接就坐了下来 自顾自地倒了一杯茶 喝了起来 这林子强 这林子强啊 不管怎么说 也在牧室里救过我 虽然带着别的目的 但是毕竟也算是对我救命有恩 也不好太过于冷硬了 所以我平静地说 林哥来这里做什么呀 真不怕张道长知道吗 林子强放下了杯子说道 怕 我当然怕呀 我师父要是知道了我们的交易 我肯定会不得好死的 蓝将军嘲笑地说道 那你还敢来 林子强平静地说 要是为了我自己的事情 我肯定不敢来 不过这次呢 却是我师父让我来的 蓝将军不屑地说道 你这样的徒弟不要也罢呀 林子强笑了一下说 别忘了 当初可是你找的我 要是说起这事的责任 可是在你呀 蓝将军只是跟我 粗略地说了一下 他和林子强之间的交易 但是具体没有说什么 我心里也是好奇 但是现在呢 不是说这话的时候啊 于是打算 刚要说话的蓝将军就说道 不知道张道长 叫你来有什么事 林子强 也不理睬蓝将军就说道 我师父是怕 今天晚上的法事出岔子 让我来问问 需不需要帮助 我有些疑惑 这个老道 要是为了这个 完全不用让林子强 单独地跑一趟 于是就问道 就这个 林子强 嬉笑了一下 说道 当然不是 我师父 让我转告你们 阴阳眼轮回心 本是一体的 而且和这墓里的秘密 有着很大的关系 我们这次进墓 只有阴阳眼 肯定是异常凶险的 希望你们好自为之 我一听这话就明白了 这老道士 想要阴阳眼 蓝将军冷笑一声说道 你师父想要阴阳眼 为什么不亲自来呢 林子强就说 老人家总是需要一些面子的 所以只有我来说了 我皱着眉头就说道 这我们自然知道 如果你来就是想说这些 那你可以走了 林子强笑着说道 别着急嘛 我师父的事情说完了 该说说我的事情了 我一愣 你还有什么事情 蓝将军听不下去了 嘲笑着就说道 你是想长生想疯了吧 林子强微微的一笑 也不生气就说道 疯不疯我自己知道 况且自从你骗我进来以后 我也就没有退路了 林子强这么一说 蓝将军倒是不说话了 看了我一眼 沉默地叹了一口气 林子强也不再追问 只是看着我说道 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们做一个交易 这个时候张佛爷仍然平静 沉声地说道 你想要什么 林子强斩钉截铁地说 我要墓里的东西 不行 不等张佛爷说话 我就下意识地叫了起来 这林子强虽然是救了我 但是从刚才的话里就能听出来 这种背叛师父的人 人品能好到哪儿去呢 我虽然不知道墓里的东西是什么 但是肯定是非同小可的 怎么能交给这种人呢 听他把话说完 张佛爷一脸严肃地说 你想说的肯定不止是这些 有什么话一起说出来吧 林子强点头就说道 好 痛快 那我就以此说完 你们也知道 轮回心在我的身上 我想用这轮回心 跟你们做一个交易 林子强环顾了一下 见我们都没有说话的意思 继续说头 我虽然不知道 这墓里的阴气凝聚 代表着什么 但是看我师父的样子 就知道非同小可 这墓肯定是非下不可的 有了这轮回心 你们活下来的几率 肯定会大许多 不是吗 再说了 你们想要的是 墓里隐藏的秘密 而且非是那件宝贝 所以我们并没有冲突 这样交易也就可以成立了 他说的也是在里的 但是我还是要问他 为什么你要背叛你师父 跟我们私下里交易啊 林子强轻飘飘地 看了蓝将军一眼说道 你还没有告诉他 语气里颇有些嘲笑 蓝将军脸色一凝 就说道 用不着你关心 林子强嘲笑地笑了一下 这我自然是不关心的 现在我只想知道 你们的答案呢 同意还是拒绝 林子强此话一出 屋子里面顿时安静了下来 我也不由得沉思了起来 看来蓝将军和林子强的交易 还有别的内容 为什么他不告诉我呢 难道里面有什么不能让我知道的吗 想到这里 我心里也渐渐地有了疑惑了 林子强见我们不说话 站起来说道 既然这样 那你们好好的考虑一下吧 等到夏目的时候再告诉我答案也不迟 说完便朝门口走过去了 这个时候张福爷却突然说道 等等 我们不仅朝张福爷看去 张福爷满脸严肃地说道 好 我们答应你的条件 林子强眉头微微地一皱就说道 你能代表他们两个 张福爷看了我们一眼 见我们没有说话 于是就说道 不错 我们都答应 林子强微微地一笑说道 那好 既然大名鼎鼎的张福爷都答应了 我也不怕你们反悔 更何况还有那因果天意 这话分明是提醒我们 不要背去誓言 蓝将军冷哼了一声说道 这个我们自然知道 用不着你说 林子强笑了一下 也不反驳 伸手一偷 从身上拿出了一块无瑕的玉盘来 正是那个轮回心 随手就抛给了我 头也不回地就走出了房间了 我急忙接住了 这轮回心已入手 我顿时就感觉到 一直挂在脖子上的阴阳眼 轻轻震动了起来 我不仅掏出了阴阳眼 撤掉上面的红线 轻轻地放进 轮回心的小孔里面 说来也奇怪 这阴阳眼 就跟长在上面一样 居然没有掉出来 时隔多年了 这轮回心终于完整了 蓝将军和张福爷也 好奇地看了过来 见这轮回心的义状 也知道 林子强没有做什么手脚 蓝将军叹息了一声说 哎呀 多少年了 这轮回心终于完整了 听到他说话 我心里的疑问 再也压抑不住 不仅就问道 你到底跟他做了什么交易 为什么他会说你骗他呢 蓝将军沉默了一下说道 既然你想知道 那我就告诉你 其实之前 我回来的时候 蓝将军就已经到镇上 很长时间了 一直在找着木的消息 自然也知道 老道是几个人 和我父亲的事 我回来之后 蓝将军就一直观察着我 只不过我不知道罢了 原本蓝将军想要去找我的 谁知道呢 那天晚上 我去了停尸间 正好被父亲抓伤 中了尸毒 蓝将军找到我的时候 我已经被带到老道士那里去了 要是直接去找老道士 这老道士要是知道我是守木人 恐怕当时就让我尸毒爆发了 毕竟如果是守木人 变成殷尸的话 会比其他的殷尸 方便许多的 蓝将军不敢妄动 正好认识林子强 于是约他出来密谈 说我是进木的关键人物 必须不能让我死 而且木里的东西 也只有我能得到 要是林子强能保护我不死 到时候再骗我进去取东西 他们两个人平分 当时呢 林子强根本就不相信 只不过后来 遇见了牧室里的壁画 这才相信蓝将军的话 也正是如此啊 林子强的态度 前后才会差那么多的 说到这里 蓝将军不仅叹了一口气说道 哎呀 当初之所以那么说 只不过是想保住你的命 谁知道 木里出了这么多的事情 都是我始料未及的 不过幸亏你还是大难不死 这些事之所以不告诉你 是怕你心里有了芥蒂 听到这里 我心里也是有些犹豫 若是按照蓝将军说的 我自然不会怪他的 毕竟这也是侍从权益 可是若是蓝将军说的是假的呢 跟蓝将军相处了这么长的时间 这货虽然平时嘻嘻哈哈的 但是做事还算是靠谱的 待人也真诚 我自然是不想他是再骗我 可是他毕竟是瞒着我了 我心里总归是有些不舒服的 张佛爷见我脸色有些犹豫 随即就说道 天一 我们虽然相处时间不长 但是我是什么人 你应该清楚的 若是蓝将军心存恶念的话 我也不会跟他相交这么长的时间 不管怎么说 我们对你都没有什么图谋 不是吗 张佛爷的话让我心里面一阵 不管再好的朋友 也总有一些不愿意跟别人说的事情 就连夫妻之间都是如此 更何况我跟蓝将军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诗国传说》第47集 想通了这一点 我不仅抬起头来说道 啊 没事 蓝将军也是为了帮我 是从权益罢了 没有什么好放在心上的 蓝将军听到这话 忍不住就拍了一拍我的肩膀 我就知道你小子不是不知道好赖的人 我也忍不住笑了一下 随即就问张佛爷说 你刚才为什么答应他 这林子强不像是好人 要是真的宝物到了他的手里 恐怕也是祸害吧 蓝将军也是有些不解 不仅看向了他 张佛爷面色不变 这我自然知道 只是这林子强 真的能拿到那东西吗 再说了 这次进幕 说是九死一生 都算是好的了 这林子强本是比不上我们 也不像你有轮回心保护 能不能活下来 还是未知数 还不如答应他 先把轮回心拿到手再说 蓝将军听完 呵呵的一笑说道 呵呵呵 我就知道你老小子不安好心 原来在这儿等着呢 我听完也是心里遗产 这张佛爷 虽然看上去是彬彬有礼 与人和善 但是算计起人了 也是毫不手软的 要不也不会 能在盗墓贼这个行业 混得是风生水起 想到这里 我倒是有点同情 那个林子强了 蓝将军笑话了一会儿 那林子强突然就说道 老张 是不是该准备准备了 张佛爷看了一看表 也点点头说道 确实该准备一下了 听到这话 我不仅就一愣 东西不是准备好了吗 还要准备什么 蓝将军拉了我一下 说道 你别说话 看好戏就行了 这一句话 说得我就更纳闷了 张佛爷不悦地 看了一下蓝将军 你就是口无遮拦 蓝将军呵呵地一笑 也不搭话 张佛爷也不理他 自顾自地 从之前那个随身带的 小布包里面 拿出了一张 空白的黄纸符来 端端正正地 摆在桌子上 随即倒了一杯清水 又从小布袋子里面 取出了一支 香烟长短的毛笔 跟拿剑一样 拿着毛笔 随即就一声地清喝 就这么地 捂起了毛笔来 我看得目瞪口呆呀 谁能想到 一个文质彬彬的 中年男子 能拿着一支 这么小的毛笔 当成了宝剑来捂 蓝将军在一边 看得乐不可致 一边笑着 还一边说道 他这阴阳俘虏里 花的手段 我见过了不少次 但是每一次 都忍不住笑 随着张福也拿着毛笔 不断地舞动 我渐渐感觉到 身边似乎有了一些变化了 却又说不明白 不仅就问蓝将军 我觉得身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流动 是不是因为张大哥这舞 蓝将军正看得津津有二呢 听见我的话 看都不看我就说道 废话 这老张 这老张虽然舞跳得搞笑了一点 但是本事还是有的 这个时候 张佛爷的动作一停 手里的白玉毛笔 正好伸进了清水里面 这个时候 我也感觉到周围的流动的那些东西 似乎都汇聚到他的手里的毛笔之上了 张佛爷一提 这毛笔上沾着的水 居然没有一滴掉下来 随手就在纸上写了起来 只不过动作非常的缓慢 像是这只毛笔有千斤之重 跟刚才舞毛笔的时候 截然不同了 蓝将军此时也不笑了 有些紧张地盯着张佛爷 我心里也是好奇 忍不住去向桌子上的纸幅看去了 虽然张佛爷是沾着清水写的 可是这毛笔所过之处 尽数变成了鲜艳的红色 如同鲜血一样 我知道啊 这在纸上沾清水写出带颜色的字 是很不容易的 随便有点化学知识就能办到 可是我知道 这清水就是普通的清水呀 刚才我们还喝过呢 这纸幅也没有经过特殊的处理 之前封印那些阴气的时候 我曾经问过他 那这红色就能见出张佛爷的功力了 只不过张佛爷也不轻松啊 随着这纸幅慢慢做成 张佛爷头上也慢慢地溅了汗了 我正担心他身体是不是能承受得了的时候 张佛爷猛地一提笔 完成了最后的一画 蓝将军却还是有些担心地看着张佛爷说道 还能撑得住吗 张佛爷点了点头 没有说话 又取出了一张纸幅 画了起来 张佛爷一连画了三张 最后一张的时候 头上的汗是越来越多了 甚至身上都有些轻微地发抖 可是拿着毛笔的手 却仍然丝毫不颤 我和蓝将军紧张地看着张佛爷 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生怕打扰了他 这最后一张纸幅 比第一张用了将近一倍的时间 画完最后一笔 张佛爷长长地出了一口气 大汗淋淋地坐在了椅子上 蓝将军见状 急忙上前倒了一杯水 递给了张佛爷 关切地问道 感觉怎么样 要是消耗太大 今天晚上的阵法 就先拖一拖吧 张佛爷摇摇头说道 倒是没有什么大问题 只不过有些累罢了 休息一下就好了 不耽误今天晚上的法事 蓝将军叹了一口气 知道张佛爷心意已决 不会随意改的 张佛爷取出了小布袋 将那三张纸幅和玉毛笔 谨慎地收了起来 我看见他刚才拿笔的手 都有些颤抖 蓝将军见状 叹息了一声对我说道 我们先出去吧 让他好好地休息一下 我看了一眼张佛爷 似乎没有要留我们的意思 于是转身跟着蓝将军 一起走出了门去 到了门外 我偷偷地就问了一下蓝将军 张大哥这身体没事吧 蓝将军有些担忧地说道 老张一直都是一个 进退有度的人 只是沾上了这长生的东西 就容易冲动 我也不知道他是不是硬撑啊 我有些惊奇地说道 张大哥之前有什么事情吗 为什么对这长生这么执着呢 我对别人的私事 向来是没有什么兴趣的 之所以这么问 就是因为张佛爷 看起来就不像是贪恋长生的人 蓝将军叹了一口气说 他的事还是让他自己告诉你吧 这也是他自己是执念 哪能说放下就放下呀 听了这话 我心里也是一阵的黯然 谁人心中又没有执念呢 我一心只想了结这一切 蓝将军一心想着追寻墓里的秘密 张佛爷有放不下的执念 也属于正常 只不过这心里不甘 又害了多少人呢 晚上还有事情 我回房间休息了一小会儿 下楼吃了一点晚饭 不知不觉 时间已经到了晚上十点了 张佛爷从楼上下来 说道 时间差不多了 我们走吧 这个时候老道士他们 也已经下了楼 张佛爷对曼珠说 大师 今天晚上就拜托你了 曼珠宣了一声佛号说道 阿弥陀佛 张佛爷客气了 贫僧也只不过是 掠尽绵薄之力罢了 我们一行人带着今天准备的东西 实实然地出了镇子 到了一片树林里面 我心里好奇 不仅问蓝将军说道 为什么要找树林做法事 蓝将军正在往地上摆着几盆牡丹 文言头也不抬 在回答说 这里清静 没有人会注意的 听得我一阵的无语 说话间 蓝将军已经将几盆牡丹 摆成了阴阳鱼的形状 那两个买来的披修 就是两颗阴阳眼 时间已经到了夜里十一点了 按古时候的算法 正是害时子时之交的时候 张佛爷见已经摆好了 对曼珠就说道 大师 麻烦您了 曼珠点点头 也不搭话 走到一边 坐了下来 取了一个小小的墓鱼 敲了起来 同时轻声地念起了经文来 正是药师琉璃光 如来本院功德经 这曼珠大师声音一起 我顿时觉得 如同有一阵清风扑面 煞事清爽 就连近日来心里的烦躁 都好了许多了 心里不仅赞叹 这大和尚的道行 果然是高深了 不知不觉见 曼珠大师的声音是越来越小 道德最后竟然几步可闻了 就连这牧鱼都不敲了 可是那种清爽的感觉 却丝毫没有减少 张佛爷见已经差不多了 向前跨了一步 从那个小布袋子里面 掏出了两张今天下午绘制的纸符 扔在了地上 随即并指如见 狠狠地往下一展 今天的天气一直是阴阴的 晚上也没有一丝的月光 我们到了这里的时候 又把所有能照明的东西都关掉了 所以眼前一片漆黑 只能是隐隐约约的看见张佛爷的动作 可是张佛爷这狠狠的一展 只感觉到眼前闪过了一道四眼的白光 尽管我知道这是错觉 可是还是下意识地闭上了眼睛 张佛爷动作不停 一声轻和之后 又是连刺了两下 好像是要杀死什么东西一样 随着张佛爷的动作 纸符上原本红色的线条 隐隐地散发出了一阵红光来 虽然非常的微弱 但是却好像活了过来一样 我紧紧地盯着张佛爷的动作 生怕错过了一个细节 张佛爷见纸符上的红光亮了起来 收了件纸 又掐了一个法绝 随手一挥 这两张纸符居然烧了起来 升腾起一阵橘红色的火焰 这火焰一起 张佛爷的脸子就凝重了起来 我知道应该是到了紧要的时刻了 下意识地就朝前走了一步 想要看得仔细一点 却被蓝将军一把给拉了回来 我一回头 他对我摇了一摇头 示意我不要离得太近 就在这个时候 周围突然吹起了一阵阴风 借着这两张纸符燃烧的火焰 隐约能看见远处人影壮壮 还有杂乱的脚步声 我心里就不由得一震呢 这么晚了 这里怎么还会有来人呢 脚步声势越来越近 借着指幅的火光 也越能看见这些人 男女老幼都有 穿着的衣服也各不相同 有穿着现代的西装的 也有十几年前金绿色的衣服 更有甚者 穿着古时候粗布麻衣 看到这里 我的心里也是一阵的凉 终于明白了这些都是什么东西了 这些阴魂 面色铁青 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股阴冷的气息 宁笑着看着张佛爷 仿佛要冲上去将他吃掉一样 张佛爷毫无巨色 伸手一挥 这两张纸服燃烧的火焰 瞬间就变成了金色 将那牡丹摆成的阴阳鱼 映成了金色 说来也奇怪 这牡丹一变成金色 竟然慢慢地开出了花来 顿时一股清香扑面而来 这些阴魂也闻到了这些清香 脸上竟然露出了享受的神色来 由于做火焰的映照 每一朵牡丹开出的都是金色的花朵 这个时候 竟然有阴魂不自觉地 朝牡丹的方向走了两步 可是立刻又停了下来 只是贪婪地闻着牡丹的香气 就在此时 刚才一直没有动静的 两只劣质的工艺品皮修 却突然地动了起来 好像活过了一样 绣了一绣鼻子 从底座上面就跳了下来 我看得目瞪口袋呀 能换出这么多阴魂 就已经是极为害人的了 难道张佛呀 还有这种能让死物活回来的本事吗 只见这皮修 从底座上跳下来之后 又使劲绣了一绣这花香 随即就像小狗一样 刚呕了起来 这些阴魂从皮修活过来的时候 就一脸期待地 看着这两只锐兽 惨白的眼珠子都瞪出了眼眶了 如今两只皮修一开始干呕 这些阴魂再也忍耐不住了 一直就朝着牡丹扑路过去 不断地摘着牡丹的花瓣 只不过这花瓣一旦被摘下来 马上重新就又长了出来 根本就摘不败的 诡异的是呢 这些阴魂一接触到这牡丹 就像一股黑色的气息 从身上升腾了起来 张佛爷的面色就越加凝重 脸色也是越来越白 看得人有些担心 他能不能撑下去 不过此时 却也不敢出声打扰啊 张佛爷紧紧地盯着那黑气 等到所有的阴魂身上的黑气 都冒了出来 张佛爷轻轻一招手 这黑气就朝着张佛爷 慢慢地飞了过去 张佛爷面色严肃 等到这黑气飞到手里 随即紧紧地握住 同时从随身的布袋里面 就掏出了这第三张纸符来 只见张佛爷手腕一抖 这张纸符竟然冒出了 点点的白光 张佛爷目光凝重 轻轻地脱着这纸符 好像脱着什么宝贝一样 这白光渐渐地聚集在一起 将这纸符完全染成了白色 而纸符上的红色的笔迹 如同活过了一样 在纸符上游动了起来 最后竟然慢慢 凝结成了两个红色的斑点 随着这斑点的形成 张佛爷的脸色更白了 就连抓着黑气的手 都有些颤抖 蓝将军一脸紧张地看着他 好像随时会冲上去 阻止这场法事 尽管张佛爷满头大汗 可是目光仍然是炯炯有神的 紧紧地盯着手里的纸符的变化 在这两个红斑成形 张佛爷一声地轻贺将手里的黑气紧紧地压在了纸符上 不知道是怎么的了 就在这黑气与纸符相交的一刻 我似乎觉得周围瞬间就静了下来 仿佛所有的人在这瞬间都离我而去了 世界就剩下了我自己一般 就在此时 轮回心轻轻地一震 我顿时就恢复了清明 心里却不尽地骇然 这无常之术竟然有如此的威力 只是看着便让人不由自己的出现错觉 那主持施法的张佛爷 得承受多大的压力 显然 此时的张佛爷也并不好过 尽管面色仍然是平静 可是借着纸符的光芒 我分明能看见他脸上 已经戴上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灰白色了 蓝将军紧紧地咬着牙 好像马上就要忍不住冲上去一样 可是却硬生生地忍住了 看来 这个时候张佛爷绝对受不得打扰的 就连旁边的老道士也是神色紧张 忍不住轻声自语 想不到张子豫阴阳枝树上的造诣 居然如此的高潮啊 就在这个时候 张佛爷手中纸符上的白光一脸 张佛爷轻轻地梳了一口气 放开了手 借着微弱的光芒 隐约能看到 纸符上原来的红色笔记 已经都消失了 现在只有一个黑白的阴阳鱼 如同印在纸符上一样 不过跟平时的阴阳鱼不同的是 这鱼眼仍然是血红的颜色 正是刚才那笔记凝结的两个红斑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诗国传说 第四十八集 张佛爷也是到了极限了 就连身体都有些微微地发抖 不过却没有停下来的意思 只见他双手夹起了指符 随即一指 点在阴阳鱼的阵中 轻声地喝道 给我指路 随着这一声的轻喝 这指符竟然慢慢地浮了起来 就像活过了一样 慢慢地绕过张佛爷 飞了两圈 最后竟然在面前停了下来 我看的是目瞪口袋啊 实在无法想象 这世上竟然有这种奇数 可是周围却是一片的凝重 蓝将军一脸的诧异 小声说了一句 怎么会这样 我心里就一紧 难道张佛爷的法术失败了 此时张佛爷的脸上 却是一片的平静 除了面色惨白 看不出别的表情来 我紧紧地盯着张佛爷 生怕出了什么插足 只见张佛爷伸出右手 掐了一个法绝 并指如箭 迅速点在了这指符上 谁知这指符就像傻了一样 随着张佛爷的动作往后一飘 竟然猛地炸了开来 随着指符的爆炸 张佛爷好像被人打了一拳一样 猛地后退了三步 蓝将军脸色一变 精神地叫道 不好 就要向张佛爷冲过去 可是话音微弱 我就听见一个清脆的响声 好像有什么东西碎了 我下意识地朝声音传类的方向一看 只见那富贵巨宝大阵里的两个皮修 已经裂成了碎片了 也就在此时 原本安静燃烧的两张指符上的火焰 竟然猛地窜起了一丈多高来 随即迅速地小了下来 转眼间 这两张指符就变成了两团灰烬了 原本金灿灿的牡丹花 瞬间开始枯萎 这些正在摘取花瓣的阴魂的动作一停 随即反应过来 刚才一脸陶醉的表情 瞬间就变成了猙獰 愤怒地发出了一阵阵的哀嚎声来 我心里一凉啊 知道不好 恐怕这无常瘾失败了 现在就是那阵法召唤来的阴魂的反噬啊 顿时我只觉得 一阵阴风扑面而来 好像赤裸着全身站在冰天雪地里一样 牙关都忍不住开始打着颤 幸亏完整的轮回心 瞬间发出了一阵的暖意 将我保护了起来 我一把掏出轮回心紧紧地握住 生怕再起什么变化 此时曼珠大师的声音陡然大了起来 原本听到惊声那种清风扑面的感觉 陡然一变 此时这声音如同有人在耳边 敲起了黄缕大钟一样 震得人耳朵发麻 竟然让人觉得有些悬晕 此时那些阴魂因为受到欺骗的愤怒 一个个都炸开了锅了 哀嚎着朝我们扑了过来 可是曼珠大师这声音一响起来 这些阴魂好像听到了什么可怕的声音一样 哀嚎的瞬间就变成了惨叫 身影也不仅停了下来 蓝将军对这些变化 好像丝毫没有感受到一样 三步并坐两步就冲到了张佛爷的身边 一把扶住了张佛爷就问道 你怎么样伤势严重吗 张佛爷紧紧抿着嘴 一脸苍白 好像正在忍受着什么痛苦一样 蓝将军见张佛爷不说话 心里更是着急了 扶着张佛爷就向我们走了过来 我原本想上去帮忙 可是我刚迈出一步 脑袋就突然一晕 随即轮回心轻轻的一阵 消灭了这种感觉 我心下黯然了 这曼珠大师的诵经之声 竟然有如此的威力啊 且再也不敢乱动了 老道士此时也不好过 林子强还好 一听见曼珠大师的声音 当即就盘腿坐了下来 嘴里还默默地念诵着什么 但是小雪和阿玉呢 就有些不堪了 被这声音震得脸色发白 甚至站都站不稳 老道士无奈 掐了一个法诀 在小雪和阿玉的背上 各点了一下 随着老道士的动作 小雪和阿玉才能重新站好 只不过脸色还是有些苍白 两个人也顾得说话 学着林子强的样子 盘腿坐下 低声送念着 此时这些阴魂 被曼珠大师的经文 震得七魂八素的 不住地哀嚎着 有些原本颜色浅一些的阴魂 正在慢慢地变淡 已经有了一些 要消失的趋势了 原本猙獰的脸上 竟然有了一丝满足的表情 可是剩下的阴魂 虽然颜色也有些变淡 可是凶性仍在 此时被曼珠大师的咒纹刺激着 更是凶性大发 竟是忍不住朝我们扑了过来 只不过我身上轮回心一震 就将向我扑过来的阴魂震了开去 蓝将军一手扶着张府也 另一只手并指如箭 竟将扑去的阴魂 硬生生地给斩掉了一条胳膊 只不过又有好几只阴魂扑了过来 蓝将军要保护张府也 还要扛着曼珠大师的经文 双重压力之下 也是渐渐不知了 这些阴魂也知道 曼珠大师不好惹 尽管已经被大师的佛经 逼得发疯了 却仍然不敢朝他那边过去 所以剩下的大部分 都朝着老道士扑了过去 老道士道法高深 自保倒是无余的 但是身后的小雪三个人 恐怕是无法幸免于难了 我见小雪危险 心里一急 下意识地就想朝那边跑过去 可是刚迈了一只脚 就被曼珠大师的声音震得一阵的悬晕 轮回心也是一抖 差点没被扑过来的阴魂给抓到 吓得我再也不敢乱动了 只是心里一阵的着急 老道士也是面色大惊 忍不住朝曼珠大师就吼道 曼珠 什么时候还心存慈悲 难道你要看这小辈死在这里吗 原来曼珠大师一见这阵法失败 就知道事情不好 随即就高声送念 要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只不过曼珠大师毕竟是得到高声 慈悲为怀 到了此时仍旧是想要将这些阴魂超度的 可是曼珠虽然道性高深 也是凝结了舍利子的大事 只不过没有想到这些阴魂太多 而且念的是这要超度亡魂的 要师琉璃光如来本愿功德经 根本就控制不住这么多的阴魂 而且让自己人束手束脚 根本施展不开 此时老道士 眼见徒弟就要丧命了 心里异常的愤怒 哪里还愿意迁就老和尚的慈悲之心呢 忍不住就朝他大吼了起来 曼珠也是知道 事不可为呀 自古就没有两全其美的办法 今天要想超度这些亡魂 恐怕就要牺牲这几个小辈的性命了 孰轻孰重 曼珠自然也是分得清楚的 顿时 这震得我发晕的经文一停 曼珠大师一声长叹 轻声难语了一句 啊 罢了 世间安得双全法呢 说不得老僧 今天也要做一次怒目金刚了 我也趁着曼珠大师 这一停顿的时间 跑到了小雪的身边 看着小雪苍白的脸色 我心里不由的就一通 轻轻地抓住了小雪的手 谁知道 这轮回心上的热流 瞬间就变大了一些 顺着我的手就朝小雪涌了过去 得了这些热流的相助 小雪的脸色也好了许多了 深情地看了我一眼 此时我心里也是好奇 这轮回心除了我 这轮回心除了我以外 从来没有在别人的身上显示出什么异常了呀 为什么小雪也能得到轮回心支柱呢 只不过现在的形势紧张 我也没有细想 借着轮回心的力量 推开了一只朝阿玉扑过来的阴魂 此时曼珠大师的声音一停 这些阴魂更是凶利了 就连老道士抵挡也是非常吃力的 没时间注意我的动作 只是不断地抵挡着这些阴魂的攻击 原来曼珠大师的声音呢 对我们也是有影响的 可是毕竟对阴魂的克制就更大呀 此时老道虽然没有妨碍 可是面对阴魂 反而更加吃力了 这个时候蓝将军也是抵挡得更加吃力了 张佛爷做法失败 此时全身无力 全靠蓝将军扶着才能站住的 更别说给蓝将军帮忙了 蓝将军也是终于忍耐不住了 开口就大叫道 满珠你还等什么 要害死我们吗 说时迟那时快 其实这么多事情 也不误就在一句话的功夫 满珠大师终于下定了决心 一敲木鱼 高声颂念了起来 却说这满珠大师终于下定了决心 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我们死在这里吧 手中的木唇重重地敲了下去 这一下就如同敲在我的心上一样 我听得心里不仅就一吐我 这些阴魂呢更是不堪了 听见这木鱼的声音就好像身上被浇了热水一样 惨叫了起来 原本朝我们扑过来的动作也不仅停了下来 满珠手里的动作不停 仍然有规律地敲着手里的木鱼 同时跟着念起了经文来 诸佛事业总会闻诸师 化现智者喀巴身相摧毁一切魔君大威德 其请上师别三枯主 正是闻诸大威德金刚祈祷闻 所谓明王是指佛菩萨受大日如来教令 降服诸恶魔时而变现转化出的威猛愤怒形象 即佛的焚化身 真伪杂技卷十三说呀 明者光明义即向智慧 所谓愤怒身以智慧力摧破烦恼业障之主 故云明王 每个佛都有一个对应的焚化身 如是木尼如来佛的焚化身 是无能圣明王 弥勒佛的焚化身呢 是中央不动尊明王 而这西方之大威德明王 正是闻诸菩萨的焚化身 佛教内明王的数量 因为佛经版的不同 又有五大明王 八大明王 十大明王之分 可是无论是哪个版本之中 都有这西方大威德明王 而且佛经中记载 西方之大威德明王 为无良寿如来之教令转身 可降伏人魔 此时我们所面对的这些阴魂 正是人魔之数 随着曼朱大师 一扬顿挫的声音 这些阴魂顿时惨叫了起来 就连对我们的攻击 也是停了下来 身上渐渐地冒出了白烟来 刚才这些阴魂被超度的时候 只是颜色变淡 绿油油的脸上 甚至还能看出满足的表情 可是如今这些阴魂一脸的痛苦 浑身冒着白烟 如同被浇了强酸一样 发出了一股刺鼻的臭气来 一些原本就不是很强大的阴魂 甚至已经没有了手脚 只剩下了一个身躯或者是头颅 漂浮在空中 看着甚是恶心 不知是怎么的了 听着曼朱大师的声音 我竟然不知不觉地感到了一种的明雾 仿佛想明白了一个困惑我很久的问题一样 浑身套着一股舒爽 可是这种感觉存在了仅仅一瞬间 下一刻就被一股从心底冒出来的愤怒所取代了 仿佛世间所有人身上都有罪一样 而我要铲除这世间一切的罪恶 在这一瞬间 甚至连我的眼就都变红了 我下意识地 想要松开紧握着小雪的手 去狂乱挥舞着 可是就在我要控制不住自己的时候 身上的轮回心又是一阵 一股比刚才更为强大的暖流 瞬间就流遍了我的全身 我瞬间就觉得心里一动 刚才的感觉瞬间就消失不见了 我心下不仅骇然 这曼朱和尚的道行 竟然高深至此 单凭几句经文就能夺人心智 幸亏这老和尚心存善念 若是如此去为非作歹 得有多少人无辜丧命啊 只不过现在 这曼朱大师也是不轻松的 刚才的文朱大威德金刚祈祷文 就已经让他竭尽全力了 现在更是放下了慈悲之心 做愤怒之相 毫不顾忌地送起了这 文朱大威德金刚祈祷文 消耗更似大政啊 这经文还没有念完呢 已经是满头大汉了 直至连声音里带上了一丝 不易察觉的颤抖 老道士原本听到这经文以后 也是一喜 这些阴魂惨叫 这一时间顾不得攻击我们 让他压力也是顿俭 如今却突然听到 曼朱大师的声音里的虚弱 脸色又是一变 这不过片刻功夫 就变了几变 也着实难为这个老道了 张九山也是心里着急 没有想到张佛爷的阵法 出了这么大的差子 如今连专门克制阴魂的曼朱大师 也是露出了疲态了 搞不好 我们今天都要交代在这里啊 老道士心里也是逼了一股夜火 再不施展点压箱底的本事 恐怕我们真的回不去了 想到这里 老道士也就不再犹豫了 对蓝将军就喊道 小子 再不拼命 我们恐怕都得死在这里 说罢 也不管蓝将军的反应了 又从怀里面掏出了五枚铜钱了 正是五帝钱 只不过原来的至宝五帝钱 已经损失在三阴墓里 如今这重新组合的五帝钱 虽然也是宝贝 可是却无法跟那几枚相比啊 老道士也是没有办法 他阴阳宗对付阴阳魂最好的手段 就是五帝钱了 若是用其他的手段呢 说不定还不如他重新炼制的有效呢 无奈之下 只能是这么办了 只见他咬破了指尖 在五枚铜钱上 依次地点了一下 这五枚铜钱 就好像吸收了这鲜血一半 瞬间就变成了红色的了 此时这张九山也顾不得再摆阵了 或者这阴魂没有给他时间摆阵呢 忍着痛苦朝老道士扑了过来 老道士将这四枚铜钱夹在指尖 剩下的一枚握在手心里面 紧握着拳头 侧身让过扑过来的阴尸 随即一拳就打在了阴魂的肩膀上 这阴魂原本只是阴气 在死魂的作用下聚集在一起的 虽然能看见 却并没有实体 可是这个老道士 一拳就像打在人身上一样 这阴魂居然被打了一个裂切 随即就发出了一声尖锐的惨叫了 仿佛受到了什么惨无人道的折磨一样 即使我有轮回心保护 也是被这一声惨嚎叫得心里一凉 忍不住就朝那边看了过去 只见这阴魂被老道士打中的地方 瞬间就冒出了一股白烟来 宛如在清水里面点了一滴墨汁一样 在曼珠大师的诵经声中 这白烟瞬间就蔓延开来 不过短短数秒 这阴魂便消失无踪了 想来是已经魂飞魄散了 老道士放开了手脚 铁拳上下翻飞 短短的时间就有不少的阴魂 被老道士打得魂飞魄散了 此时的蓝将军也是尽了全力了 跟这个老道士不同 我见了几次蓝将军出手 从来没有见过他用什么法器 可是如今呢 手里也不知道是从什么地方 掏出了一方小孩拳头大小的 青铜的印章 狠狠地印在阴魂的身上 也如同被老道士击中的阴魂一样 这阴魂也是转瞬之间就被打得魂飞魄散了 一篇文猪大威德金刚祈祷文送完 满猪大师声音里面也流露出了掩盖不住的疲惫了 就连敲着牧鱼的手也已经开始颤抖了 可是此时剩下的阴魂依旧还有不少 满猪大师的经文一停 这些阴魂瞬间又变成了龙惊狐猛 打得蓝将军和老道士顾死失彼 差点就伤在这阴魂的手里面 甚至有一只阴魂不知死活朝满猪大师扑了过去 听懂没有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诗国传说》第49集 满猪大师无奈 只能强撑着自己 又重新念诵起经来 声音响起的那一瞬间 朝他扑过来的那只阴魂就像被陷入了泥潭里一样 动都动不了了 甚至还没有来得及惨叫 就化作了一阵清烟了 此时蓝将军和老道士两个人 也是借着满猪大师的帮助 鼓足了全力 将剩下的阴魂一一的斩杀 随着最后一只阴魂化作清烟 满猪大师的声音 也是戛然而止 随即就是满猪大师剧烈的喘息 不是夹杂一两声咳嗽 声音里就透出了一股的虚弱 看来这一次也是拼尽了全力了 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小雪就挣脱了我的手 跑向了老道士 小雪有我的轮回心保护 不像林子强和阿玉一样 现在还在调息呢 一时半会儿是站不起来的 老道士此时也是大汗淋漓 再也站立不住了 满猪大师的声音一停 老道士就坐在了地上 小雪急忙扶住了老道士 关切地问道 师父 你怎么样了 小雪的动作让我就一愣 随即想起来 这还有这么多人呢 也不知道他们看没看见 我刚才的行为 想到这里 我倒是有点不好意思了 借着众人不注意 偷偷跑到蓝将军的身边说道 丈夫也怎么样了 蓝将军也是累得不轻 喘息着说道 情况不怎么好 他本来就是身体有伤 现在又受到这阵法的反斥 现在身体恐怕是更差了 不过还能留这一命 就是大幸了 我不仅朝张福爷看去 张福爷受伤太重 已经昏了过去 此时是满头的大汗 脸色较之前更为苍白了 紧闭着双眼 只不过脸上不时闪过 一丝痛苦的神色来 看来是受伤不轻啊 老道士呢 此时也是不好受 刚才消耗太大 现在全身无力 全靠着小雪扶着 才能勉强地坐直了身体 气喘吁吁地对小雪说道 唉 我还好 你师兄他们怎么样 有没有受伤啊 小雪摇摇头说道 师兄他们还好 没有受伤 顿了一下 继续说道 刚才是胡天一过来救了我们 小雪说完这话 心里也是有一些忐忑的 他一直想缓和我和老道士的关系 如今告诉老道士这些 也正是如此 老道士没有说话 闭上眼睛喘息了半天才说道 提为师 谢谢他 小雪听到这个话 心里就一喜 不仅点点头 重重地嗡了一声 满朱大师呢 算是我们当中消耗最大的人了 从开始的 药师琉璃光如来本院功德经 妄图超渡这些英魂 到后来 闻住大威德金刚祈祷文 将这些英魂彻底地灭杀了 无疑不是消耗巨大 此时也是跌幅在地上 大口地喘息着 只不过比张福也要好了一些 强撑着没有晕倒罢了 林子强和阿玉 算是我们当中 除了我之外 消耗最小的 我是凭借着轮回心保护 他们则是有老道士的保护 并没有直接面对英魂 就算是如此 在曼珠大师的经文之下 也是心神动荡 过了半天才站得起来 阿玉的脸色有些苍白 声音颤抖地说道 怎么会是这样 张福也的术法 竟然有如此的威力 林子强此时的面色 也是不好看的 安慰地拍了一拍 阿玉的肩膀 朝曼珠大师走了过去 曼珠此时 也是强弩之末 林子强急忙辅助他说道 多谢曼珠大师出手相助了 曼珠喘息了半天 才虚弱地摇摇头说 哎呀 没什么 看看都怎么样了 林子强环视了一下说道 除了张福也受伤颇重 其余的人 基本上都没有大碍 曼珠叹息了一声说道 哎呀 天意如此啊 随即就不再说话了 众人又休息了半天 老道士和曼珠大师 这才恢复了一点体力 有众人扶着 伸一脚浅一脚地 朝旅店走去了 张福也的面身痛苦也没了 不过仍然是昏迷着 没有醒过来 我一边背着张福也 还要扶着蓝将军 也是好不容易才回到旅店的 众人心里也是有很多的话要说呀 只不过由于现在的情况 也不是说话的时候啊 于是各自回了房间 休息了一晚上 有话明天再说吧 我把张福也背回到房间里面 蓝将军也跟了过去 看着张福也的样子 不仅叹了一口气 我的心情有些沉重地问道 张福也的情况怎么样啊 蓝将军沉默了半天才说道 老张这次不顾身上有伤 强行做法 本就是极为危险的事情 如今阵法反噬 情况恐怕不是很乐观呢 我心里就一阵 吉王就说道 难道张福也有生命危险吗 蓝将军摇摇头说道 这倒是没有 不过这次老张伤了根基 恐怕已经有爱修行了 这次的伤 恐怕也要休息个一年半载的了 听到蓝将军的话呀 我心里有些沉重 现在连定山都还没有找到呢 张福也就已经倒下去了 若是真的下墓了 只有几个人能活着回来 也许就不该去找他呀 要是我们直接下墓 也许就不会有后面的这些事情了 我心里不仅有些自责 想到这里 我不仅长叹了一声 蓝将军安慰我说道 你不必太过于担心 这些都是老张自己选的 不管结局如何 都怨不得旁人 虽然是他这么说呀 我心里还是有些不舒服的 有些感慨地说道 这一股木添了多少沙液呀 不知道还有多少人要死在这墓上 也许毁了他是最好的选择呀 蓝将军没有说话 沉默了半嗓 才轻轻地说道 这些都是后话了 老张现在需要的是休息 我们先出去吧 明天他就应该能醒过来了 我点点头 跟着蓝将军一起出了房间 他点了一颗烟 深深地吸了一口 吐了一口气说道 今天晚上也是凶险 你也累了 先回去休息吧 也没等我回话 他已经走了 我看着他略显疲惫的身影 也不由地叹了一口气 不知道这事情 什么时候才能够结束啊 我疲惫地躺在床上 脑海里 不由地想起了 今天晚上的情景来 这些人都有这样和那样的缺点 不管是自私自利 手段独辣 还是薄情寡义 可是都分得清 轻重缓急 不管怎么样 处于什么样的目的 最后都会解决 墓里的阴气凝聚的 也就能了结我的心愿呢 不知道怎么的了 我突然想起了小雪来 今天晚上应该还会梦见她吧 想到这里 我不仅有些期待 不知道小雪是什么心思呢 就这么的胡思乱想着 我不知不觉地陷入了梦想 梦里又回到了刚才张佛爷施法的地方 不过耳边已经没有了曼朱大师的诵经的声音 老道是浑身是血地躺在地上 不知道是死活 蓝将军和张佛爷一起 也是在这阴魂的攻击下摇摇欲坠 小雪被几只阴魂抓住 朝树林里面拖了进去 我清楚地知道是在梦里面 可是我仍然忍不住 惊呼了起来 想要往前跑 可是身子就好像被钉住了 怎么也动不了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小雪 消失在树林身处 突然眼前景象一转 我似乎又到了这地下墓穴的入口了 小雪这么浮在空中 脸色苍白 似乎是正在沉睡 几只阴魂就在小雪的旁边 正慢慢地向墓里飘去了 我下意识地朝小雪跑过去 一边大叫着小雪的名字 丝毫没有注意到我已经能动了 可是我手只是穿过漂浮着的小雪 好像这只是一个幻想一样 心里一急 我竟然醒了过来 我猛地坐了起来 只感觉浑身乏力 伸手一摸竟然是满头的大汗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情不自禁地想到了小雪 她会不会也跟我做了一样的梦 抬头看了一下时间 竟然已经到了下午了 这一觉睡得真是天昏地暗的 痛快地洗了一个澡 那种疲乏的感觉 这才好了许多了 下楼简单地找了一点吃的 我就到了张福爷的房间 他已经醒了 蓝将军正陪着他说话呢 进我进来了 张福爷朝我微微地一笑说道 天一也来了 先坐下吧 我点点头就问道 张大哥的伤怎么样了 张福爷摇摇头说道 没什么大碍 只不过需要休息几天罢了 蓝将军不屑地哼了一声说道 还休息几天 你这样子得至少是一年半载吧 张福爷也不生气 微笑着说道 不错 平时确实需要休息一年半载的 不过这次我把肉灵芝带来了 有这灵物几天就能恢复它 其实这肉灵芝啊 就是太岁 相传当年秦始皇 寻找的长生不老之药里面 就有这肉灵芝啊 其实李时珍呢 在《本草纲目》中 也确有记载肉灵芝 并把它收入菜部之类 可食用 入药 奉为本经上品 功效为酒食 清身不老 延年神险 但是张福爷说的 却并非是这普通的肉灵芝 而是当年下墓的时候 发现了一种极品的太岁 这也是我后来听蓝将军说的 当年张福爷下了一个极阴的墓 这墓啊 因为风水大变呢 从原来的风水宝地 变成了极阴凶墓了 但是想不到的是呢 阴急阳升 里面墓主人的光果 正好就在这阳气滋生的地方 不但没有失变 而且长出了一只 能治百病的肉灵芝来 张福爷发现了这肉灵芝 高兴的 连墓里的名气啊 都没有拿就出来了 蓝将军听到张福爷这么说 心里也是震动了 不由得说道 你还真舍得呀 这宝贝你说吃就吃了 张福爷点点头说道 这也不是吝啬的时候啊 我也没有时间等一年半载啊 蓝将军摇摇头没有说话 我虽然不知道这肉灵芝是什么 但是听他们的语气 也能知道这是宝贝 而且张福爷 现在的问题恐怕也不大了 于是我就沉声地问道 张大哥 昨天晚上的法事失败 不知道我们接下来怎么办 难道直接下幕吗 蓝将军叹了一口气说道 要是找不到别的办法 也只能如此了 如今你的轮回心已经完整了 想必安全进去 应该问题不大吧 蓝将军虽然说得轻松 但是语气的无奈 已经清楚地说明了 这次下幕的把握不大 张福爷笑了一下说道 昨天我的无偿之术 确实是失败了 可是你们知道失败的原因吗 我心里就一宁 我们一直没有说这个话题 就是怕刺激张福爷 想不到他先提了出来 难道这里有什么说法 或者说张福爷 有了奈落之术的消息 蓝将军也是眉头一皱 说道 你昨天晚上找到眉目了 张福爷平静地说道 也不能这么说 昨天晚上我的术法失败 是受到了地势干扰 困隆锁 蓝将军想都没有想 脱口而出了 张福爷也不仅点了一点头 说道 不错 正是这困隆锁 见我疑惑 张福爷解释着说道 我昨天晚上的无常之术 严格说呢 应该算是成功了 只不过到了最后 受到地势的干扰 才会在最后的关头炸开的 不但没有找到 这怨气的变化的地方 还失去了 对这阴魂的控制 换句话说呢 我们要找到 这怨气变化之地 就在困隆锁之内 这耐落之术 也正在困隆锁里面 听到张福爷的话 我心里也是不仅一阵 我们去检查过这困隆锁 什么都没有发现 也就放松了 对这里的警惕了 想不到定山 就是利用这一点 居然将这耐落大阵 摆在了里面 居然骗过了 我们所有的人 想到这里 我也不由得是一阵的愤怒 猛然地站了起来 沉声地说道 那我现在就去找张九山他们 一起去后山 破了这耐落之术 蓝将军摆了一摆手 阻止了我说道 现在还不是时候 昨天晚上太过于凶险 我们这些人 几乎是人人呆伤 万一到时候 定山突然出现 我们肯定对付不了 现在这耐落之术的地点 已经找到了 我们也先不急 等我们休养过来 再一起去破了这大阵 不得不说 我刚才是有些着急了 昨天刚经过了一场大战 现在人人虚弱 实在不是去破阵的时候 想到这里 我不仅点点头 重新坐了下来 就说道 你说得对 是我太着急了 张佛爷笑了一下 说道 也不怪你 我们知道 你想尽快了结墓里的事情 让你父母安息 但是呢 这并不是一朝一夕的功夫啊 就算是破了这耐落之术 下墓之前 我们也得好好的和解和解啊 蓝将军也说道 不错 墓里的阴气大变 现在又被定山的耐落之术 搅得怨气大变 根本就不知道里面的情况 这本就是下墓最大的机会 我们现在做好万全的准备才行啊 我不由得点点头 啊 不错 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手段 对付墓里的那些机关和守墓灵呢 蓝将军微微地摇摇头 哎呀 这些我虽然有些办法 但是毕竟太过于费劲 等解决完了耐落之术 恐怕我得找老道士帮忙了 蓝将军本就和老道士不合 如今主动去找老道士合作 想必这墓里的机关也确实是棘手的 我们谁都没有说话 屋里一阵的沉闷 不知是怎么的了 我心里突然一阵的烦躁 我站起身来就说道 哎 我出去走走 透口气 天气似乎是比昨天阴沉得更厉害了 我出了门 在街上漫无目的地走着 因为前几天的杀人啊 一直悬而未绝 现在又有传言说 有僵尸作祟 所以街上的行人就更少了 往往走很远 都看不到一个人影 就连旁边店里的工作人员 也是一脸的无精打采 看着空荡荡的店面发呆 我心情越加的烦闷 倒是希望下点雨 清醒一下 不知不觉的 天已经黑了下来 看着滑灯初上的街头 我突然觉得很想临书他们了 这才刚过几天呢 我已经觉得 在外面已经过了几年一样 也许就是这个代价吧 要知道世人不知道的世界的代价 我趁着天还没有黑头 赶回了旅店 刚一进门 就看到了老道士和蓝将军坐在一起 似乎是在商量着什么 小雪见我进来 神色一紧 似乎想跟我说些什么 可是时间不对 终究没有开口 不知怎么的 我心里一动 就在小雪的旁边坐了下来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诗国传说》第五十集 晋老道士一脸凝重说道 你为何如此确定 大任就在困隆所之内呢 蓝将军笃定地说道 昨天老张做法的时候 无常之术被一股强烈的 地势之气给锁住了 所以最后才会招致阵法反制 这附近百里有什么地方 能强行挡住老张的书法呢 老道士沉默了半上 点点头说道 不错 确实只有这个可能 那你打算怎么做 蓝将军沉声说道 我们这次去困隆所 说不定真的会遇到定山呢 我们现在人人带伤 实在不是跟他硬碰的时候 等过几天我们休息过来 再一起去破了这个耐落之术 老道士点点头说道 这样也好 破这耐落之术 我也需要好好的准备准备 先还几天也不错 只是不知道张佛爷的伤势怎么样了 之前看他伤势颇重 要恢复过来恐怕不是一两天的事情吧 这张九山呢 有大先生之称 足以说明他的博学多实 眼光独了 张佛爷的伤势就连我都能看出来 何况这老道士呢 蓝将军摇摇头说 张道士倒是不必担心他 这么些年了 老张手里也攒了一些宝贝 之前没用是觉得没有必要 如今到了这样的时候 也不用藏着掖着了 两天之后 他的伤势就应该差不多好了 老道士点点头说道 呵呵 那就好 满珠大师也只是消耗过度 并没有伤到根脊 过个两三天 也就能恢复过来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 探探这捆龙所 没有再管老道士和蓝将军 我偷偷地就问小雪道 昨天晚上你做的什么梦啊 小雪的脸色变了一下 轻声地说道 昨天晚上我又梦见了 自己被送进了墓里 听到这里 我的心里也是一愣 我们都多次梦见小雪 被葬进了这墓里 难道说这里面有什么寓意吗 想到这里 我不仅偷偷地问小雪 你会解梦吗 小雪就一愣说道 怎么这么问呢 我轻声地说道 首先 咱们做梦不是因为 中了什么邪恶 也不是被什么人施法了 那说明 咱们就是正常做梦呗 只不过这梦啊 做得有点诡异式了 那咱们就找一个能解梦的人 看看咱们做的梦是什么意思啊 小雪一抿嘴 似乎觉得我说的又有道理 想了半天才说道 既然如此 那你就去试试吧 张佛爷道很高深 学的又是阴阳路 这样最是精通术术的道法 应该是极为擅长 向面解梦的 你可以去问问他吗 想不到张佛爷还精通这个 一会儿还真的去的问问 众人随便吃了一点晚饭 张佛爷没有下楼 我趁着给他送饭的功夫 把这个事情就问了出来 张佛爷眉头轻皱着 一边喝着粥一边说道 你这个梦若是按照 寻常的梦来解释的话 那就是代表 你将要割舍下一段过往 或者说将要新生 只不过呢 张佛爷一停 见我满脸稀迹地看着他 也不仅放下了手里的粥 叹息了一声说道 哎 只不过这梦 毕竟出现的有些诡异啊 我也不知道 这样解的话对不对 听见张佛爷的话 我也是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我就知道 这只不过是我意向天开罢了 我站起来摆了一摆手说道 啊 张大哥 你先休息吧 我先告辞了 张佛爷见我兴致不高 安慰我说道 你也不用太着急 吉人自有天象 等我们下墓以后呢 这些都会解开的 我点点头 没有说话 沉默地出了房间 这墓里的谜团是越来越多了 现在已经找到了一些线索 可是不知道是怎么的 越是要进墓 我的心里居然有一丝的不安了 总觉得这次进墓 会有什么事情发生 摇摇头 将这些不安赶出了脑海 不管怎么样 事情总是要在墓里面解决的呀 我们在旅店里又休息了两天 我仍旧是每天都梦见小雪 只不过再也没有像上次那样诡异了 这一次都是梦见和小雪 花钱月下 亲亲我我罢罢了 张佛爷和曼朱大师呢 也已经恢复了过来 尤其是张佛爷 面色红润 甚至比受伤之前 都要好了许多了 看那我嘖嘖称奇 这肉灵汁果然是神药啊 第三天的早上 我们刚吃完了早饭 蓝将军就把我们叫住了 一脸严肃地问老道士说 张道长破着奈落之术的东西 准备的怎么样了 老道士沉声地说道 东西早就已经准备好了 你可是要今天就去吗 蓝将军点点头说道 不错 老张和曼朱大师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 再说这耐落之术 拖得时间越久也就越麻烦 择日不如撞日 就今天吧 老道士点头说道 那好 我回去收拾东西 半小时以后 咱们出发 说吧 就带着小雪他们一起上楼去了 见老道士离开了 我不仅就问蓝将军说道 怎么突然要今天去呢 你们做好对付定山的准备了吗 蓝将军呵呵地一笑 又恢复了那个点儿郎当的劲儿了 嬉笑着跟我说道 我当然是准备好了 我们几个人联手 就算是定山也得喝一壶啊 到时候就看他敢不敢出现了 我有些担心地问道 那你不需要准备什么吗 这几天 老道士一直把自己闷在房间里面 我偷偷地问过小雪 他说 这老道士啊 是在准备什么施法需要的东西 也没跟我细说 张福爷和曼朱大师呢 也是每天打坐调戏 张福爷还趁着这修养的功夫啊 画了好多的纸服 据说只是普通的退阴服 说是为了之后下墓做准备的 只有这蓝将军呢 每天什么也不干 要么出门去看美女 要么窝在房间里面睡觉 比谁都轻松 所以我才不放心呢 蓝将军神秘地一笑说道 神人自有妙记忆 我撇了一下嘴 转过头去 不再理他了 要不是前几次遇到危险 这或表现得还算靠谱 我早就发飙了 蓝将军看了一眼门外阴沉的天空 眼神里的优素一闪而逝 随即又跟我调笑了起来 半个小时以后 老道是准时地出现在楼下了 很奇怪的是 穿了一件黑色的大风衣 背上还背着一个半米长的布包裹 看上去啊 像是背着一把剑 头上还戴着一个鸭舌帽 怎么看 怎么像一个变态 背后的林子强呢 背着一个大包裹 和小雪阿玉他们一起憋着笑 看上去很辛苦的样子 蓝将军看到老道士这个样子 直接就喷了出来 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地说道 张道士啊 这是什么打扮的您呢 怎么的 咱这是要去挑谁的场子吗 老道士冷哼了一声没有说话 倒是旁边的曼珠大师说道 蓝将军慎眼 张老弟这次看来是要倾尽全力了 且莫再说别的 我跟蓝将军就疑愣了 这怎么个意思呢 难道这身打扮有什么作用吗 不过我和蓝将军 还是很尊重曼珠大师的 尤其是那天晚上过后 如今听他这么一说 蓝将军也就没有再多说什么 张府也开口说道 时间也差不多了 咱们出发吧 之前的时候 张佛爷让手下的人 送来了两台车子过来 这次正好用成了 加上蓝将军呢 仍然开着那台破捷达 我们也倒是不觉得拥挤 也不知道是怎么的 这几天的天气啊 不但没有晴朗过来 反而是越来越阴沉了 这早上九点钟的时候 还想和小雪一起沐浴阳光吗 这几天闲着没事的时候 我会和小雪一起偷偷地出去 讨论一下我们晚上做的梦 那天呢 蓝将军找我的时候 我正好不在 后来被他逼问出来了 他就一直拿这件事情来调笑我 如今又这么说了 我没有理睬他 这货居然没有继续 反而有些深沉地说道 很快就会过去的 马上就会了结了 声音很小 我一直出神地想着 一会儿老道士做法的事情 也没有听见他说什么 我们离后山也不远 开了十几分钟 就到了这困隆所的地方 天气阴沉沉的 到处都有一种压抑的感觉 但是这困隆所这个地方 却显得比较明亮 尽管天气没变 但是走到这里 总有一种眼清目明的感觉 我以为还是上次 蓝将军跟我说的那些原因了 所以也没有怎么惊讶 可是老道士他们呢 看到这样的情景 却都是一愣 脸色随即就阴沉了下来 我也察觉到气氛不对 小声地就问蓝将军说道 他们怎么了 难道这地方有什么不对吗 蓝将军呵呵地一笑说道 不是这地方不对 是外面不对 我听到这话不仅就一愣了 刚想要继续问 就听见曼朱大师说道 是啊 我们以为都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对这墓里的阴气 也有几分的把握 想不到还是把这七煞三叶木 想得简单了 满朱大师也听见了 刚才蓝将军的话 忍不住就说道 老道士一脸阴沉地说道 先别想这么多了 我们现在最主要的是 破了这该死的奈落之数 说完 就当先朝山上走去了 满朱大师也是一声的长叹 不再说话了 我心里越加地迷茫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外面是什么意思 我好多问题想问 可是这也不是解惑的时候 也就没有说话 跟着众人一起 到了这困隆所的正中央 几天没有见 这些槐树 似乎是又长大了许多了 老道士一脸阴沉地 打亮了一下四周 对林子强就说道 子强 埋下去吧 林子强点了一点头 随即打开了 刚才一直抱在怀里的包裹 取出了九个木制的雕像 我借这一机会 朝着那包裹里看了几眼 只见里面 蜡烛 朱砂 纸服 一应俱全 甚至还有一些刮果祭品 看来老道士 这次也是要下大力气了 林子强小心翼翼地 从包裹里面 取出了九个拳头大小的 木制的雕像 放在地上 然后就在地上挖起坑来了 我看了一下这雕像 却不仅倒吸了一口冷气来 只见这雕像都是人形 雕刻得极为的精细 就连面目的表情都极为的生动 只不过这些人身上都缠着锁链 有些还磕上了火焰的痕迹来 似乎正在被火烧一样 而且这些人形雕像 都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好像正在受着什么折磨 表情极为生动 竟让人生出了一种感同身受的感觉 雕像上的刻很婉然 明显是这几天新雕刻的 想必老道士这几天 闷在房间里面 就在做这些雕像吧 想到这里 我不仅朝老道士看去了 只见他面色阴沉 慢慢地脱下了身上的大衣 想不到这大衣之下 居然是一身天蓝色的大厂 大厂上五彩的丝线 绣出了一幅通天的高山 期间有无数的白云围绕着 细细看去 竟然有一种出尘之感 见到这一声 蓝将军也是小声地医了一下 说道 想不到这老道士 这次真的是要拼命了 居然连这云山道袍都穿来了 原来这云山道袍是阴阳宗宗主 才有资格穿戴的宝贝 乃是当年一位道恒高深的前辈 精心温养的一件法器 以上清芙蓉冠乃是一套的 我也是后来听蓝将军解释才知道 果然老道士拿下了帽子 脑袋上竖得果然是成冠吉 小雪从随身带的包裹里面 取出了上清芙蓉冠与老道士戴上了 此时再看起 这个老道士 宛如从几百年前回来的大法师一样 自然有一种出尘的气质 其实这个老道士 当真乃是如今道门的大甲 他自幼便跟随师父修行 观礼以后又受过三坛大戒 当真乃是真正的道门正统 此时的林子强已经在地上按着九宫方位挖好了坑 来到了老道士的身边 公声地说道 师父 可以七法了 老道士微微地点点头 手腕一头 取出了九张纸符来 交给林子强说道 开始吧 林子强微微地咳手 将九张纸符贴在了那雕像之上 随即就埋了起来 小雪也没有闲着 将包裹里剩下的东西拿了出来 在之前蓝将军砍断的那树桩上 摆了一个简单的祭坛 随即点燃了蜡烛 恭恭敬敬地上了三炷香 老道士见徒儿们 已经收拾好了做法的东西 随即取下了一直背着的布条 里面果然是一把 电视里常见的陶木剑 只不过老道士的这把剑上 贴了一张纸符 看上去颇有些陈旧 老道士对林子强和小雪说道 差不多了 你们退下吧 说吧 也不接掉剑身上的纸符 单手提着木剑 朝那充当祭坛的木桩走去了 说实话 眼前的这些 已经看得我是有些反应不过来了 这种情况怎么看都跟拍电影似的 趁着机会小声地朝蓝将军就说道 我怎么觉得这有些不真实呢 说实话 之前见蓝将军或者是张福爷他们做法呀 虽然也有祭坛什么的 可是从来没有老道士这么庄重啊 让我觉得 就算是玄门中人 做个法之类的 也用不着大动干戈吧 而老道士呢 又是换衣服 又是陶木剑的 弄得这么庄重 我反而有些不习惯了 蓝将军紧紧地盯着老道士 看都不看我的说 我们和老道士不一样 我们都没有受过三坛大戒 所以没有这么多的规矩 做法的时候就随意了不少 但是张九山可是正统的道门传人啊 规矩自然就多 尤其是这么重要的法式 更何况是师门斗法呀 原来三坛大戒 是道教授授传承之根本戒律 一称三坛大戒 由初真戒 中级戒 与天仙大戒 三部分组成 由于授戒的道士啊 虚经一百天的戒期 故又称百日圆满三坛大戒 换句话说呢 这老道士 也可以称之为张天师了 听到蓝将军的话 我也是心里一阵 想不到这老道士 居然有这么高的地位 心里也好奇 这老道士会有什么手段呢 随即也不再发问了 只是紧紧地盯着老道士的动作 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